那些团队,譬如說像戴旦,鳳茶他們其實都很開心 他們就聽到你就是願意幫他們,就是曝光他們覺得很開心 希望有幫助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應該是說我們自己就開始 雖然我們當初是用一些女性彈性的勞動力去做這樣的思考 那我們後來就是直接在這邊碰到一些色狀的活斂 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很多人都缺場地 所以我們就嘗試的想說,雖然大家都是活幹 我們想要讓他們在一起,有一個地方可以嘗試 因為譬如說戴旦他們是在台中,比較穩定 可是他們在台中也想要找地 對,那我們就說,那你可以就是來我們場地,比如說開始推行這樣 那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有地球日這樣? 也是因為戴旦每天要在講地球日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會覺得,其實這個很重要的其實是對很多母親跟小孩來說 就是這個會是蠻需要被關注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自己有看到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是其實現在社創有很多夥伴他們的概念其實是很需要被溝通的 他們要面對面溝通 他要一直適當那個一句話,把他核心的那個主張講完 他才能穿過嗎? 對對對,那當然就是其實我覺得很多,譬如說像 因為媽媽們都很忙,那譬如說他可能育兒或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希望說,看能不能就是把這樣子一個環境 讓大家就是隨時,有點像是 反正我今天就靜啊,我就當成自己的學習 對,因為其實我後來發現母親們都蠻好學的 當然 對,那他們可以透過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再去教導他們的孩子 因為現在共學的這個東西也很熱弱 那就是這樣,謝謝鄭偉 因為其實我就看他們那些,因為我們年紀很大 我們就四十幾個,可是像他們這種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我也四十幾歲 就是我就會覺得他們其實很需要就是這樣子的力量 可能對我們來說,他們都很像我們的弟弟妹妹 對,然後就是他們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很認真 然後譬如說我們前陣子我們可以加入風場地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其實很多人不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也很謝謝社創 因為江江還有Handy他們還有就是梁蜜所長很幫忙我們 就幫我們把前後期就是一起舉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像你們之前在講就是這是一個環境的理念 那張家其實,這跟我們之前在外面做生意不太一樣 因為做生意大家比較利益倒下 你不會跟競爭者一起去談理念怎麼一起倡達 比較困難 對,那可是像現在他們的那個狀態就是 我們就是,其實也是大概一個月前才開始 然後可能從我們第五期開始 然後張家他們又包含聯絡了第四期 那我們就覺得說,如果這個是一個好的 我們也希望就是,我們之前有跟第五期的夥伴在講 我們希望以後譬如說,因為這次是剛好是地球日 可是我們以後希望譬如說,有一個離來天下午 我們就把這個,就是這樣比較有社會創新 或是環保議題的這樣的東西 我們看就引進來 因為可能我們畢竟六日餐廳的客人還是比較多的 至少他們可以開始進一步跟大家共同說 其實我們可以變成這些什麼樣子 對,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一些方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它不是特定的時段 而是說是兩整天這樣嗎? 沒有,我們是希望以後每個月都會做一個就是這樣的小事情 有點像是,就是類似我在錄影裡面講的那個 但不是只有在地球日 對 就是不限於地球日 是,那因為就是我們也是是希望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就是有個場地 那如果社創的夥伴他們願意 所以是一個月一整天 對,大概可能就是 對,然後大廠因為其實 比較實際的就是 至少他們如果 譬如說我們來就是營業場所 他們要收費或是什麼 對,比較方便 對,那他們就可以至少也是要顧生活 當然了,一定行 那我們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大家在這樣一個合作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又可以推行一些教育 那我們覺得其實 應該就是說我們的TA可能也蠻精準的 因為我們自己最近就有在去思考 就是說什麼樣子的人他們對未來 或是對就是共同這件事情 他們是會關注的 是是是 因為上次我跟鳳茶那個 我以前他們就是在做鳳茶良品的時候 他們就在講說要怎麼去突破圖文字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覺得親子會是一個蠻好的 的一個突破點 因為我們可能可以透過親子 因為有的時候阿公阿嬤 可能他透過孫子的孔 對啊 他會願意去思考 那有的時候可能其實父母 他也可以願意帶著孩子 一起去做改變 因為這個是比較切身相關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從社創這邊其實就得到很多 我覺得其實 就更進一步跟很多很多的想法 對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可能會想說 因為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社創 他們就是有告訴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必須說 因為其實我們必須說 現在就是女性勞動力 譬如說我們要這樣去培訓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有卡關 對 那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我們自己很實際下去 雖然我們之前提到 提的是那樣子的概念 可是我們實際上去運作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不同的團體 跟不同的階層 或是不同的架構 它其實有不同的需求 那 呃 然後再加上其實政府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培訓 對 那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 但是因為 我們可能還會再去思考 就是說 看 因為就是江江那天也有提醒 我們就是 把毛動部的那個訊息 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想說 我們可以先再去跟公務部門 再去討論說 怎麼樣子的東西會比較符合 就是盡量不要重複 因為如果政府跟其他當委已經在做的東西 就不要資源浪費 主要也是說 呃 因為在這個space裡面 新的做法 是 大家會希望它是本來的付出 對對對 主要是這個原因 對 然後我就會想說 呃 呃 可能因為 因為就像譬如說我們很現場 實際看到的 其實可能 譬如說 它其實就有點像三角形 就是 呃 比較就是 呃 下層的他們其實可能就是要說脫貧 或是經濟穩固 嗯 那中產階級的這個部分 可能其實很多人性 他們其實會有經濟風險 OK 對 因為他們不知道 就是有的時候 對 然後上層的 他們可能其實會比較強調自我實現 對啊 對 那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欸其實這三層的這個東西其實 需求或什麼 或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嗯 當然有可能就是譬如說 可能要更細足 去查一些 嗯 就更精準的去定位 對 對 那因為我們跟勞動動部 那邊的討論 嗯 嗯 嗯 我們跟勞動部的討論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現場的工作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能接觸到的 慢慢是 比較 呃 一般的 是很主婦的事情 但是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的是說 對 我們一剛開始進來是 探討的是 彈性工作勞動力 嗯 可是因為勞動力這三字 這個上就有一個 呃 就是我們會希望是說 這媽媽她其實是 可以提升她的工作 或者價值 那她可能就不是純粹的勞動 但是 哦 也會說會進入那個 人才跟勞工的二分裡面去 對 其實 就是比較好因為 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會有這個 那就叫彈性工作就好 對對對 所以我們後面三個字就拿掉 後來就變成是彈性工作力 對 但是這個 在思考這個工作力的中間的時候 會發生是說 可能符合現在當代社會的時候 然後再復活力的 她的目標 她希望是講說是 女性療癒的這個力量 對啊 那甚至說 我們以後如果A.I.S.來之後 其實很多的 傳統的勞動力 她每次都會被 消去大的時候 那比如說 我是希望她 5年 10年 這個培訓 還是可以 有用的 那我往這個方向去 因為那個 勞動力的 掌管 她 其實很多 比如說 你可能是餐飲 或者是 不是啊 或者是沒有這種 然後或者是 保育人 這個培訓 它其實是比較多的 那她也很希望 你在課程上面 可以是比較創新 就提出一些 比較不同的 其他的 課程 培訓 類 然後也是適合媽媽 提升她的 勞動節節病 的 然後真的可以幫助到 家庭的 收入是 上升的 那 你就會參考一些 另外的例子 例如說 可能就會比較 國外現在比較多 然後就是 媽媽 可能就是 圓家 或全人 或是有孵然療法 那甚至 我最近也有聽到 各式的 教導什麼 生長 比如說 五個 對 那比如說 我們在小的時候 就讓你 就是跟你講說 哦 肚子很重要 生長很重要 那其實長大之後 她可能也 有餵很多的 疾病 不一樣健康的狀況 是 就整個身心靈相關的都算 那其實也可以降低 我們的 以後的醫療程 是 那我們就會比較希望是 課程是 往這方面 設定 但是我又會有另外一塊 想法 是會覺得說其實在 數位這方面 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其實也蠻適合 女性 然後適合我們去思考的 課程的內容 然後可以加進 吧 不過寫程式當然是 現在是全民運動啊 它是一件 不困難的事情 尤其現在 互動式的教程很多 每個人花五分鐘十分鐘 就可以學一些 而且 不管她做哪件事情 就算是心靈好了 她工作中完全不碰到 試算表或表單 也不可能 現在到處都是 所以稍微掌握一些 這種基本的技巧 我覺得也都會很有幫助 那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Maker的社群嘛 就是她家裡 如果需要一些小東西啊 她會發現說 雷雕啊 3D列印啊 其實不困難 那她在網路上面 找一個東西改一下 就符合她自己的需要 也很有拯救感 對 那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叫Linda Lucas 她有辦一系列的 就是給新手們的 這種程式設計 那她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很方便 好比像說 像蘋果不是剛出AirTag嗎 就是以前是有手環嗎 好比像是有些新手媽媽 她小孩要分離焦慮 就是她不在就會哭 對 而且給別人帶也沒有用 那所以她就即使只是去旁邊 可能五百部的這個雜貨店 或一千部的超商 那她都必須得帶著小孩 對 那可是因為小孩越來越大 那其實也不太可能 永遠都這樣 對 所以她就當時就是做了一個 然後這個新手媽 是完全沒有寫過程式 但她因為她單一目的 所以她就做了一個 很簡單的數字的倒數計時版 就是說她 實際走出去 她跟小孩說 媽媽只會走到一千步的地方 你就看著這個數字變成一千 然後再變成九百八百七百 到零的時候媽媽就回來了 然後她小孩就不哭了 而且小孩還因此會數得到一千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四個數字的LED的看板 那你如果專門學這個 就算你完全沒有基礎 那一個禮拜一定寫得出來 欸你就這個生活裡面 立刻就多出一段時間 對 你就馬上省時 所以就是說省時安心 我想新手媽媽 很需要 對很需要 你省一點點時間 你可以讓小孩或家人 更安心一點點 你就多一點自己的時間 真的 這個投資報酬率是很高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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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上次看了 其實韓國 我就是自己有去找一些資料 對 韓國他們都在講說 他們其實就把女性 就是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可能很需要很大的 對 所以他們就培養女性做這一塊 那他們的成效其實也蠻好的 對啊對啊 然後因為我前陣子 然後我又看到 他們就在講說 因為可能澳洲 他們就發現其實女性 她可能同步要做很多工作 所以她就非常鼓勵 他們反而就是把政策 就是去鼓勵 就是女性去做創新 然後或者是這種彈性 對 因為畜類伴通嘛 對 你接觸到幾個領域 就會有新的想法 是 在這裡大家就可以 譬如說可以馬上解決一些問題 對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這很好 因為我們之前 可能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比較硬棒棒 就是比較現在比較有思維 或者是觀察到的是現象 就是比如說當場現象 是 對 然後沒有去思考那麼多 那因為可以跟其他的合作 對 班滿合作 對 聽聲音樂 事業上 就是 那我覺得我覺得剛剛像這位講的 就是 就是 女性去解決女性的生活問題 然後變成一個共學社群 我做了什麼可以省大家力氣 我分享出來我也變小老師 這樣子 然後是一些傳統的 因為我們剛開始寫的案子 比較像是說 我們就變成 我就叫你做什麼做 那你做什麼做 去弄錢 那其實我覺得 可以把它變成3DBA 或加上一些科技 那它原本的產值可以 比如說 我要花1小時做 我現在要花10分鐘 沒錯 沒錯 就是說 你不是增加他的盡力 而是你讓他省力 讓他省事省力 就是反向的事情 對 就是可能大家的互相討論 會這樣子就會產生更好的 對 因為對新手媽媽來講 其實他的實心是一回事 但是其實他單位時間成本是非常高的 對他來講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很多人會願意付多一點錢 只是為了省一點點時間 對 那所以他如果做這個市場 而且他自己有第一手經驗 那這樣他很有說服力 超有說服力 對 而且我覺得這很超厲害的 我其實聽了很多媽媽分析 那其實所有的媽媽 他會從全職轉為去當媽媽 對 然後辭掉工作 其實他都不是為了錢 對 他是覺得我就是想要陪我的小孩 沒錯 那所以我其實是 好 如果你就算要給我很高興 叫我再回去做一些的工作 我也覺得 那不要 那不能陪小孩 沒錯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台灣秀的影響比較小 那像是在國外 他們其實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大 對 他們今天就是學校文科 他們就要在家裡陪小孩 然後所以其實有些經濟問題 或什麼都會 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是 因為平常其實小孩在學校 就算有一些他學習的困難什麼 那是老師把他吸收掉 那現在他在家裡試訓 雖然老師還在 但是他那個情緒 其實家長要吸收 情緒勞動那個要求突然變超高 台灣是還好的 台灣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因為就是完全給我們一個新的思維 對 就很好 不然我們就會一直 陷入那個盡力的追求 然後就會變成就說 對那你這樣子又怎樣 然後媽媽又會覺得 我就是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工作 或是什麼 沒有 剛剛是我們其實在現場看到 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辛苦 比如說有一些媽媽 她可能譬如說像剛剛跟你提到 她可能真的是經濟面比較有需求 她就真的必須要抱著孩子去談保險 是啊 然後或是抱著孩子去開早館 沒錯 那可是其實對他們來講 其實那個壓力是很 尤其是情緒或什麼是很大的 但是 可是 他們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覺得我們其實就是在思考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可能性 可以讓大家其實更輕鬆的面對 我覺得還是她服務的對象 因為你剛剛講到服務業 不管談保險什麼的 那她服務的對象一定不是新手媽媽 她服務對象是一個跟她生活情境差很遠的人 對 那她的小孩如果再把她拉回這個情境的時候 對她來講是一個分心的狀態 但是如果她服務的對象 不管你剛剛講行星零 或我剛剛講一些手作Maker等等 她服務對象其實就是類似處境的人 那其實她的小孩在 反而是提醒她的客戶 所以我懂你嗎 我知道你的需求 她那個動態就完全不一樣了 真的真的 就是要做一個情境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有說就是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那個年紀可能被教育的 就真的是比較條條空空 對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會按照那個空間 對 就是所以就會覺得 那時候分科系啊 分文理組啊 這個大學分學院學系啊 分專科啊 但都是把人變成好像是 Apart 對 就是一個勞動力嘛 勞工的狀態 對 那比較不會像現在強調說 就算是技術體系 甚至特別是技術體系 也是要有跨領域思考的能力 跟當年我們受教育的時候不太一樣 就全倫的思考 對 沒有因為我想說 我自己念社會系畢業 他一直在想說要批判 然後要那個什麼交通 然後我想說 那我怎麼完全陷入這個情緒 我就覺得 好可怕好可怕 原來就是 理論這個東西 就是人真的會不自覺的 往裡面走 那也就是我們後來其實在社長 我們覺得說要很大的幫助 就是我們看到心理背 他們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對 跟可能性 那我們也會覺得 其實或許是 可以作為 就像我們其實還是希望 我們是一個共融的場域 透過這樣子 每個人去解決他的問題 對 或是去分享 那就像其實我們 就是前兩天在跟 就是國聚 因為他們其實很重視新聞的健康 然後我們就說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真的要出來 因為創業所本來就是很很艱辛的東西 可是搞不好跟其他人去做一些溝通 是 或許可能就靈光一下 是啊 對 那我們就都會想說 就像今天我們跟 我就想 對對對 我這個要回去再把我的思維再大 就是你的 就是從這裡想到這裡的時候 要從這裡再想到 沒錯 沒錯 沒有 可能要去外面繞一下 對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 我真的會覺得 這個真的思考太精心 然後就是 完完全全就會中 那個資本主義的邏輯 沒錯 對 就完全就是被 廢進去 然後你就無處可逃的時候 沒錯 那整個人就崩潰 沒錯 就是我後來 一定要想到 我念詩會是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其他人還都會 他會有一個 去把人原子化的這個問題 好像說 損益表上面 所有一切 你要自己承擔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任何一個題目 都是大家一起想要怎麼解決 所以這種 橫向跨業的連結 而且因為這樣 你們就絕對不是競爭者 你們跟鳳茶有什麼競爭科研 沒有 或是卡卡性的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家那個心裡的支持度 就會覺得說 我不管成功 或我周轉什麼 其實對大家都有幫助 因為我分享出來了 這樣至少每天心情都會好一點 真的 因為那一天就是那個 我們也有那個 新出名的朋友跟葬友 他們就會覺得 哇 就是 像我那一天的士兵在聊天 他就在跟我講說 其實他在 就是自己一個人 如果真的要去 他要去拜託 其實很辛苦 可以有的時候 真的就是看我旁邊的人 一起幫忙 對 他就說 有時候這樣子可能 撐下去 喔 這樣就過去了 然後所以這次我們也是 邀請他來 看能不能跟其他的夥伴 然後像 其實前兩天大道成的人 就在跟我們這樣說 欸 我有看到那個 他們有製品 那他們是做花艾音的 他們想說 欸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做一些合作 對對對 那這樣子或許其實就沒有很多 不一樣想像 然後我就覺得 哇原來這次的這個 真的是一個很棒 因為其實 我都很期待 不知道會衝到什麼 不知道怎麼可能 你們接下來變成定期 我覺得非常好 對 因為每一次完之後 大家都會想說 那我現在可以要帶什麼來 對對對 非常棒 然後應該就是說 如果大家其實 會變成 可以再多去聊 聊彼此 就是會很清楚知道說 喔原來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做結合 或是欸其實 可以再怎麼樣子去發展 因為我覺得人 如果一直自己個人思考 很容易在那個框架 對 可是譬如說像 今天曾偉就告訴我們這樣 我們就喔對對對 我以後要回去 他一直跟他講說 你要提醒我要突破框架 不然我就會一直 因為我說我們工作模式的時候 就會很執著 那也很好啊 就是至少 就是你可以先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再分享 但是我是覺得說 在過程裡面 你每個月定期 也讓大家知道 你前面一個月在執著什麼 那等於也有一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來幫你 轉一下方向盤啊 踩一下油門啊 這個也很有幫助 就不會burn out 不會好像自己找自己麻煩 其實可能當場來的媽媽 或者是來賓 或什麼 他其實也會跟我反過來 對對對 真的覺得也很好 真的很棒 真的是我們那次學到很多 嗯 對 然後因為我們就想說 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看 文國城市這個課 嗯 我回去問一下那個 上次教兒童城市的課 有啦 我覺得可以 對 對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 他如果生活中有一個應用 而不是說像 因為很多人學外國語的時候 他是先背單子什麼 所以他的興趣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真的在用 對 那城市如果也用那種方式學的話 是絕對學不會的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要 有些人他第一次寫城市 是因為什麼大學的時候 他註冊什麼要搶票啊 或者是要什麼之類的時候 總是對 總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要因 那他只學這個旁邊都不用學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一下就有成就感 因為他學的時候還可以幫到類似的人 對 對 因為這個真的是蠻有趣的 因為像現在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我自己送我兒子去學寫過程書 這是災難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把他送去台大 對 然後他就是可能還是比較傳統的思綠 對 然後他第一天回來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很無聊 我不想再學 對 他不知道要問我來做什麼 對 然後或者是他可能做出來的成品的話 就是說那為什麼我做出來的就是不好 然後我不想再學 沒錯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換到亞苗組長的媽媽 嗯嗯 然後我後來就會覺得說可能很多媽媽其實都跟我一樣 這是其實你對孩子 就是那個是一個很痛 不能說很痛苦的過程 就是你也在了解孩子 對 然後比如說下一個我也覺得 為什麼我們覺得那個身心靈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我不了解我兒子 我甚至還去追求那種什麼生命領數 好 我看 跟蜜吧 因為我就是要知道他是不一樣的一個孩子 因為不然的話 我可能又會一樣 理解 欸我是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會是這樣 可是有的時候 譬如說你透過別人的口 告訴你說 喔沒有其實你的孩子是幾號人 對 他是獨特的 他的狀況還是是什麼 你要給他時間 對 因為他們就想說啊你就幾斤瘋瘋瘋到慢狼 然後我就 就那一刻我就覺得 喔對那我給我孩子時間 了解 對 而不是就是一直去強迫他 那我後來就會覺得 其實我的這個過程 可能也是很多媽媽 就是 所以我後來會覺得 其實你說台灣的父母 愛不愛孩子超級愛 當然 可是他們是用對的方式愛他 嗯嗯嗯嗯嗯 這個就是需要互相磨合了 一定是這樣 對 然後或者是其實我們可能 像譬如說我們可能都是權威式教育下的產物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也可能一不小心 對 就會回到那個 過去的一些記憶這樣子 就會冒出來 對 那我就會覺得 對 那我們也會是希望 譬如說其實母親的群體 大家都會很想要就是去 學更多 為自己的孩子或是家庭 讓他更穩健 所以我就覺得 喔那真的是很棒 那我想說喔如果今天這樣 我們就會多開發一些這種 對 互助的情境 對 對 創新的 創新特色 有喔我真的是很多 對 嗯 好 那應該就這樣 OK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鄭偉 謝謝 謝謝你的影片 大家在那裡拍照 好沒問題 謝謝 很期待以後每個月的市集 真的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再把其他人一起拉進 很棒 到其他的地方 反正因為其實我們也希望到其他地方 你有阿里山嗎 對就是我們這次有阿里山 然後他們那邊太和國小有個超棒的茶室 喔那很棒啊 對 以後就大家遠足 對對對就是這邊提一提 這邊提一提 這邊提一提 謝謝 謝謝 掰掰